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32岁那扎改王妃造型,瘦成了纸片人,还撞脸了李若彤。 说到那扎,大家都不陌生了。 作为新疆的美女,迪丽热巴和古丽那扎都是颜值天花板。 在各大活动红毯中,一出场就是蛙声一片。 比如今年春晚,迪丽热巴的一支舞蹈就很美很有抑郁风情。 无独有偶,古丽那扎的一套歹族造型也曝光了。 她和杨迪,陈哲远是在录制一档综艺节目,三个人站在一起,穿着同色系的民族服饰。 还是有很游戏感的。 当然了,一太最优美的,当然要束那扎了。 她穿着一身经典的歹族王妃的服装,还露出了半个肩膀。 在舞台上,摆出了孔雀舞的造型,姿态还是很优美的。 而杨迪学她,就学得似不像。 还有一组照片,是那扎站在舞台上,双手合拢,坐一参拜的图片。 造型优雅高贵,和她之前的风格也是截然不同的。 这一段时间,那扎还是频繁出现在观众们的视角中,从花与少年到传说,她的作品还是很多的。 特别是花少,她的性格活泼而随和,在节目中也很有梗,有不少的观众都很喜欢她。 但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,还要数那扎的美了。 伴随着这一组照片的曝光,还有人公布了那扎的另外一组照。 她穿着红色的晚礼服,露出了两个肩膀,黑长直垂下来。 仔细一看,还有点像李若同。 骨香确实很绝,如果上了大荧幕,应该也是美帝享受。 在即将播出的电影传说中,那扎和成龙大哥搭档,再度还原了神话的续集故事。 那扎出演的就是女主角。 骑着马射箭的样子,有抑郁风情,也美得敬畏天人。 相信,不管电影如何,那扎的美又会吸引一波眼粉。 片方能够看中那扎,她的美当然是毋庸置疑的。 就拿上一次电影节的照片来看,现场女明星们争其斗艳,那扎的形象是这样的。 颜值没有问题。 但是有一点过于瘦弱了,干瘪的身材,反而没有称得起礼服的美。 其实,内鱼一直都在追求白又瘦的审美。 金晨,穿一件晚礼服,让人一看还有点担忧,到底发生了什么? 有的女星都瘦到了90斤,还被鱼正要求减肥。 长此以往,内鱼卷的就不再是演员们的作品和角色了,而是谁瘦谁美,这样的审美也是很不健康的。 至少,随着时代的发展,大家的审美应该多元而包容,只要是健康积极的,都是美帝。 比如刘亦菲,微胖身材,穿着晚礼服朱元玉润,难道就不美了? 比如张鱼几,很性感有料。 那扎虽然也很美,不过瘦得让人有点担忧了。 你喜欢那扎吗?